各位同學,大家聽完很多舊日香港的故事之後 是不是覺得心癢癢,很想有一次穿越時空呢? 我們這次要大家穿越,不過那個不是舊日的香港 可能現在還有一個鄉間的回憶 相比起城市,可能鄉村的變動會比較少 但是我們有沒有辦法,可以像剛才一樣 去一個空間的旅行,去一個鄉村的地方 透過回憶去回想鄉村的生活究竟是怎樣呢? 說到牛,大家想起什麼呢? 大家可能都想起牛肉,牛扒,講來講去都是吃樂土 又或者媽媽跟你說話,對牛彈琴,講極都不明白 又或者叫你讀書,拉牛上樹,拉極都不動 但是原來真的在一個鄉下,人和牛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 一會兒大家可以在家傑媽媽的回憶裏面 就會聽到很多人和牛之間的親密的關係 原來牛不只是給人吃,甚至乎本來它不是給人吃 而是人類的好拍檔 大家都知道耕田是很辛苦的 經常都說耕田耕到很累的時候就氣喘如牛 但我猜大家都沒聽過牛是怎樣氣喘的 但原來以前人是不夠力的時候 就找牛幫忙去拉那些泥牌 但聽家傑媽媽的回憶 大家就可能想像到 牛是怎樣幫人一起去中間 成為一個很好的夥伴 大家留心聽聽聽吧 我們家裡養過豬 我幫忙養過牛 然後我們養過豬 養過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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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養過豬 什麼為之放牛 我們經常都聽說放牛 其實有隻牛吃草物就可以了 為什麼要有人放的 因為農村有很多農作物 牛就不會像現在的成門水堂那些牛 沒有性 我們是有的 要綁住牠 為什麼要綁住牠呢? 是防止牠去吃隔壁的菜田的菜 或者是那些稻谷 剛生出來又被人吃 會被人罵的 所以 放牛的意思就是 你要看著牠 牠只可以吃隔壁的菜 你不能吃到田裡面的和 或者是別人菜園的菜 要不然 你一不小心到牛吃了別人的食物 別人就會罵你 又回家投訴 家人投訴你 你這隻牛又吃了我什麼 所以一定是要拉著來放 我先有一個疑問 有什麼疑問呢? 剛才是牛的力氣這麼大 是怎樣拉回牠過來的呢? 問得很好啊 因為牛呢 其實牠在鼻子上有一個鐵圈 然後就綁繩 綁在頭上 其實我們拉不是拉整隻牛 拉牛的頭 還有牠的鼻子 令牠調轉的方向 有時候說 牛這麼大 你這麼小 是不是會不夠力氣? 真的有時候拉不動 牛很大隻 其實牠真的硬拉都拉不動 然後牠又去吃別人的農作物 媽媽回去又會被人罵 家傑 我想問問你 如果你是媽媽 那你已經很辛苦了 又拉牛 但又拉不住 然後牛就吃了別人家的菜 然後回到家就被人罵了 你會有什麼感受? 嗯 我忍住 會忍住 會忍住 但你會不會不開心? 會忍住 有時候想哭 那你猜媽媽想當時的心情 是不是跟妳一樣? 嗯 我覺得牠是 牠在乖著自己 其實我沒有乖著自己 小時候 我不懂得乖著自己 我覺得是很傷心的哭 大人罵一定會哭 就會覺得我這麼辛苦 我也不想牠吃 我有拉牠的 但我的力氣不夠 我拉不到牠而已 所以 那時候就會覺得很委屈 對 就不是說 習慣自己 不會覺得習慣自己 因為那時候覺得我已經努力了 但是呢 我真的沒有阻止到牠 所以那時候是覺得很委屈 覺得大人只會罵我們 然後又不懂得體諒 想回我們這麼小的 不如你說 你和你最喜歡那隻牛的故事 牠有沒有名字? 例如牠有沒有什麼名字? 你幾歲開始放牠 其實我真的沒有名字 只不過我記得那時候 我放過一隻黃色的牛 那時候我三年級的時候放了 對,三年級的時候放 那都是好像一開始那樣 那隻牛真的欺負我的 因為我不是牠平時放開牠 然後呢 他就 有一次真的吃了別人的菜園裡面的菜 那一次我也是被人罵 然後回家又被家人罵 然後哭得很傷心的 那時候 因為覺得第一次放 就被牠吃了別人的菜 之後呢 第二次那些 就真的自己又小心一點 還有那隻牛呢 其實牠都是覺得你 剛開始的時候 你都會覺得很生氣 我放得你好 那邊有草 你不吃 你就去吃菜園那些菜 然後呢 後來放一放下 我覺得牠好像乖了 牠好像會聽別人的說話 你拉一拉牠的繩子 牠就已經知道 我不可以向那個方向了 就是要退回來了 所以都放得久了 其實你都會覺得 其實牠都慢慢都會聽話 你叫牠不要去那邊 可能你拉幾次繩子 牠下次就不會轉去那個方向了 嘉莉媽媽我想再問 就是 既然跟你做了朋友 那隻牛是會老的 你還記不記得那個時候 那隻牛慢慢開始老了 之後 你自己的心情有沒有 不想牠老 甚至乎可能牛都會老到離開 都會啊 因為那時候我們家裡 我爺爺家裡 又不是只養一隻的 牛其實老了之後 會覺得牠很瘦 很可憐的 其實牛呢 你經常看牠的眼裡 其實你會看到牠的眼裡 其實你會看到牠的眼裡 好像有淚光那樣的 嗯 有的 什麼叫淚光 就是牠好像 牠好像老了的時候 會覺得很可憐 是因為牠看到牠的眼裡 好像想哭 眼淚淚的 真的 為什麼牠會哭呢 牠為什麼會哭呢 可能 辛苦 還有牠可能身體差了 牠幫忙做龍活的時候 牠覺得吃力了 對 因為牠不像以前那樣 走得這麼快 然後開始呢 要 就是 來那田的時候 牠開始走得慢了 但是人呢 家人呢 可能在洗牠的時候 可能都會加邊 以前可能不需要用邊 只是用繩子拍下牠都會走 但是因為牠真的 開始年紀大了 開始老了 走不動了 然後呢 他就會 人家會覺得 你為什麼這麼懶惰了 走得這麼慢 那些 就會加一條邊去抽打 令牠走得快一點 就很可憐 所以有時候 可能你見到 特別有些自己喜歡的牛 看到老的時候 你都會很捨不得 是啊 還有我們那時候的牛 老了 是買給別人去湯 你吃了牠的 是啊 這個也是 這個人和牛的友情故事 就是中間有包 好像就這樣結束了 變成湯牛 是啊 可能也都 我剛剛想說 原來有些很現實的一面 就是 因為農村始終可能有些 貧乏 就是能夠有肉食 都不是一件必然的事 其實媽媽也不想湯 不是我湯的 是家裡的大人 賣了牠 然後給別人湯了 不是家傑 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其實每一家人 都不捨得湯自己那隻牛 為什麼 就是大家要交換 就是你無法忍心去看著 那隻牛死的湯 但是一隻牛越來越老 也都很難再去支持著牠 那可能最 當時的姊姊湯 是否讓牠 死得快點 死得快點 輕鬆點 是吧 這個真是 要慢慢去聊天才可以了解到這個生命的大學問 家傑 各位同學 家傑實在問了一個很好的問題 一隻牛 如果幫你耕田耕到很老很老 那怎麼辦呢 是一個很貧乏的農村 如果就這樣用土壯的話 可能就浪費了 因為真的沒有肉吃 但是自己下手又不忍心 賣了牠 等人家湯 都好像有點掛念 這是一個很難的抉擇 或者在你們故事創作裡 你又幫牛去想一下牠的命運會是怎樣 中國的牛 老牛的命運是怎樣就不知道 不過在印度的老牛的命運我就知道 因為在印度的傳統 牛是不可以湯 亦都不可以吃 因為牛是一個神聖的象徵 所以同一隻牛在不同的地方都會有不同的命運 這個正正是我們在世界嘉年華去學習 不同的文化對於動物 或者對於人和動物的關係都有不同的演繹 一會兒大家會聽到Rasa的爸爸 去分享他在赫什米爾 木牛、牧羊、種粟米、種小麥的經歷 Rasa的爸爸生活在一個叫做赫什米爾的地方 如果這樣說大家是哪裡來的 大家可以想像那個就好像香港一些邊界 但是沒有人可以去到一個禁區的地方 可能像沙頭角一樣 在我們來看那個是一個邊界 但是在那裡住的人來說就是世外桃源 因為大家都不可以這麼容易進去 所以那個環境真的美倫美換 然後很近天空 然後滿地木草 大家留心聽一下Rasa爸爸 關於牛、羊、麵包、小麥和宿米的回憶 和牧羊、牧羊、西包、西包、小麥。 你或是很年輕的嗎? 你住了我的牧羊 對你的牧羊 很年輕的牧羊 對你的牧羊 是很難堅持在木羊 對他們牧羊 因為我們沒有太多 因為是一 羊羊 只有一羊羊 對牧羊 有值一塊地牧羊 對當時那時有些牧羊 and we do some harvesting in the fields through the bulls I was doing with my great grandfather So you plucked the fields with your grandfather Yes And the bulls were very big I think because the pluffing bulls they were very strong Yes How did you tell the bulls to go this way or go that way Because sometimes the bulls were very naughty they may not listen to your direction instructions Of course there are some this kind of naughty But we have those we have very good with good no not naughty But my grandfather actually that time they keep them at home And also sometime they go to the for grossing What kind of produce do you grow at that time Is it rice or wheat Weed and also corn So you grow your own you grow your own wheat and you grow your own corn And then you made bread with that wheat and corn Yeah Corn bread is very good My mother and my grandmother was making And nowadays mostly young girls cannot do Can you share with us the recipe of how to make the corn bread Simple way but in the when the corn floor and take the water And there are some some kind of making with the with the hands And then cook with hands but I got very very actually very difficult for the young girls Women's old women like my mother and my grandmother They can do very easily In everybody's lives there are some hard times Yeah When I was a child and studying in I think for sixth class or seventh class My mother got sick And my grandmother was too old So I was the oldest son of my parents So all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were young And two young So I had to help them at that time And my grandmother told me how to She used to make the curry And she told me how to make bread So at that time I learned how to make bread And I got up early in the morning And I made some breakfast for my younger brother and sisters And then go to school and then come back And then also have It was okay very very good time But I learned so much at that time Thank you for sharing such a meaningful memory with me Because the impression is that our bread is just to eat for us to eat But with that memory it means something more It means the way that you deal with the hard times You share the responsibility Yeah yeah actually when we At that time I learned and I When I came to Hong Kong Some of my friends when they come here Hong Kong They had to make the bread but they don't know how to make I think it was better for me And I came here And I can make at that time But now we can do But at that time I was alone And then I can make I had no problem at that time Yeah I can imagine Something more Contains in the bread that you make Yeah yeah This is the way that perhaps You remember your homeland Yeah yeah So thank you very much 各位同學 大家聽完這個去日香港的回憶 是不是很想搭時光機 回回七八九十年代的香港 或者聞一下夜香 看看山寨廠 又或者去光顧一下那些小點 不過很可惜 時光機還未發明的 不用灰心 因為鄉間的回憶 我們還可以去的 世界上還有很多角落 其實保留了一些很漂亮的鄉村 那裡有很多稻米田 又有很多小麥田 還有那些牛 羊 我們都可以嘗試親親大自然 和他們做朋友 聽家傑的媽媽和Russia爸爸的分享 大家就會見到 牛不只是食物 所以你以後在香港見到牛的時候 大家不要只想起牛扒 又或者是乾炒牛可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牛都是我們的好朋友 如果沒有牛的話 我們就很難可以開啟一塊這麼漂亮的田 然後有這麼漂亮的風光 我相信大家一邊聽了這麼多個故事之後 你的腦海裡都有一些很深刻的圖像 打開Pathlet 然後在上面告訴我們 你最深刻的那個場景 是這一段回憶 然後你可以畫出來 告訴我們 如果你說我不是我的畫畫 不太漂亮 不要緊 你上網找一下 找到一些圖片 可能最接近你腦海裡的那個圖像 你就下載下來 然後你又上載到Pathlet 給我們看 當我們新年假後 可以再見面的時候 我們就把不同的場景放在一起 看看可不可以創作 屬於我們的 世世界加連話 我們的故事 各位同學 享受這麼多的影片 如果有時間的話 你們都可以跟你們爸爸媽媽聊一下 或者他們可以再一次帶你去去去香港 又或者他們小時候成長的鄉間 各位同學再見